發生土石滑落的山壁已經清理完畢 但擔心再發生意外 下方沒有人再敢停車 山壁的邊坡屬於私人土地 一旁設有警告標示 注意落實 上週發生土石滑動之後 社區居民就發現 山壁上還有三棵大樹 樹根抓著山壁 安全有疑慮 我們這邊看到還是有一棵 應該是榕樹 現在整個是盤在這個山壁上面 可是我們現在也很明顯的看得到說 山壁其實經過昨天的大雨之後 這邊山壁還是濕的 所以假設再一次大雨的時候 隨時這整棵樹會滑動下來 早期的自然形成的一些露樹 那因為這裡有外來的這些鳥 等等的這些種子掉下來之後 經過一二十年來長大之後 那因為它並不是種植在這個土糧裡面 它是根據邊坡整個的話 生長而成的 那這一次的話 不是只有這一棵 那也邀請到相關單位 一起來協助 這個地方來勘察一下 到底有多少是這樣的路樹 可能在後續還會有 可能會有危險的 即時危險的發生 所以就請求相關單位 能是否儘快的來協助 樂力二街的山壁邊坡 二度發生土石滑落意外 就是副議長林沛祥 議員秦真 鄭凱琳 邀及的市政府公務處 區公所到廠會堪 發現樹木的根部太淺 建議市政府先進行移除 在這邊要求市政府跟區公所 把這些仍然有公共安全疑慮的路樹 儘快把它清除掉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 有些的根部已經是落落在外面 其實如果一大雨來的時候 馬上這些樹就會滑落到路上 造成公共的危險 甚至達到路人 這樣實在是非常的不安全 已經連續了三次了 所以說這整個山坡的這個 寒土的問題 公共安全問題 祝福大家非常的緊張 那因為這次我們今天看到現場 它除了岩壁以外呢 它表層土的非常的淺 然後再經過下雨的那個 潤濕的一個寒水量 假設多的話 飽滿的時候 容易把表層土的這些樹的 一個沖刷下來 所以說因為樹的一個膨脹 膨脹 以它的成長 讓它有它的重量 加上水的一個 含水量充足的話 那那個噴濕力就差 所以是容易滑落 所以在此我們希望今天 我們公務單位來看 把整個這個區域的山壁 做一個徹底的大地計势來看測一下 到底在公共安全上 會不會有其他所謂的 後續的公共安全問題 也希望說有關單位 可以全面來審視 這一片山坡所有的路樹的問題 是要怎麼處理 然後有危害到安全問題的時候 請盡速先解決 到場會看的公共處查看 確認山坡壁並不是順向坡 針對安全有益率的樹木 將進行移除 有關這個路段照明設備不足 將在演藝新設路燈 初步看那個應該不是順向坡 因為順向坡大概 那個顏面不會這麼垂直 大概它會有一個坡度 那看到也沒有比較明顯的那個層面 應該不是順向坡 所以這些樹應該都是後來才在 再長上去的 所以那個根都 根系都蠻淺的 所以那個禮拜天那天才說 遇到下雨的話 那個整個樹就滑下來 那目前是看到還有幾根 大概兩根也是同樣的淺根 那另外還有一些是有些 比較傾斜的 那大概都是因為根系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公眾所這邊就趕快來 派工來進行那個清理這樣 這個路燈的部分的話 在莊文理前里長的這一個任內之類 包括在我之前在當第一屆的這個里長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在提出這樣的一個社區 只有一千多戶到現在兩三千戶 照明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這一次的搶災的時候 也發現到因為沒有照明 在搶救的過程當中發生很多的困難 也希望相關單位能夠正視這三千 兩三千戶的這個住戶 能夠有一盞這個明亮的燈 讓大家一個安全回家的路 這條道路現在是完全都沒有路燈的狀況下 像那天救災的時候 甚至還是用工程車的工程燈 來在客難的這樣子救災 所以希望說相關單位能夠在這條路上 雖然是私人道路 但是已經公眾通行使用20年以上的道路 能夠加斬兩斬三斬的路燈 讓我們這邊的里民回來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安全明亮的一個道路 上次在救災的時候 因為沒有路燈 所以導致說我們救災的工程非常不方便 要搶通路段 花了比較久的時間 所以佩祥在這邊會做出臨時提案 跟秦義座、卡林義座 跟我們其他市議會同仁一起 做出臨時提案 然後希望市政府在這邊 用消防法規的方式 來去增設這邊的路燈 好在這次土時 樹木崩落 只有車輛受損 沒有人受傷 由於山壁邊坡 屬於私人土地 現場設有警告標示 提醒民眾 注意車輛和自身安全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請入了 水色,水,水,水